网友热议,王一博是否加盟《六姊妹》? 官方给出答案 近日,王一博的官方粉丝团发布声明,对于近期关于王一博参演杨晓陪导演新剧《六姊妹》的传闻进行了否认 声明中明确表示,所有关于王一博的官方消息,都会通过其官方账号正式发布,敦促广大粉丝和网友不要轻易相信或传播不实的信息和谣言 这一声明一出,立刻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许多网友表示对王一博粉丝团的态度表示支持,同时也对那些无端造谣的行为表示了不满 在娱乐圈,关于艺人的各种传闻和谣言屡见不鲜,这也给艺人和其团队带来了不少困扰 互联网上一度盛传杨子,赵路斯和王一博将共同主演新剧《六姊妹》 不过,王一博的官方粉丝团很快出面否认了这一传言,并明确表示王一博并不会参与这部剧的演出 大量王一博的粉丝对此表达了支持,他们表示会坚定地相信来自官方的消息 并希望其他观众也不要轻易被网络上传言所影响 而在其他方面,王一博的表现一如既往的亮眼 在金鸡奖上,他凭借齐卓越的演技在多部电影中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特别是他主演的两部电影《无名》和《长空之王》都被提名为该奖项 显示了王一博在电影领域中的不俗实力 这进一步证明了,真正的实力才是王一博获得认可的关键 而不是一些无端的传闻或炒作 在这两部影片中,王一博的角色地位有所不同 但他都为角色带来了深度和内涵 不少观众和影评人都对他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 这也是他多年磨练和真诚对待每一个角色的结果 最关键的是,王一博始终保持对艺术的热爱和敬重 他对待每一部作品都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 我们坚信,只要他继续这样的努力和热情 未来在影视领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为观众呈现更为精彩分层的表演 艺人的选择往往基于多方面的考虑 包括剧本质量、角色设定、合作团队等等 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艺人的选择 同时也应该相信他们都会为观众带来最好的作品 而对于未经证实的消息 我们应该持保留态度 不轻易传播 以免给相关方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选择合我